最後得到的結果 那格式我希望是1萬隻出現幾次 不要說小數點到第幾位 這樣看起來好像比較清爽一點點 所以如果你要分數有沒有 1萬為分母 然後分子的話就是你的機率 那這個地方要怎麼 這個格式 你第一個我們先解決這個格式問題 有沒有1萬當分母 分子的話就是 這個它的小數點位數的部分 有沒有要怎麼做 其實這個地方使用的話 第一個我先把範圍選起來 所以把這兩個選起來 Ctrl 去不向下 選完之後的話按右鍵 你如果要設定格式的話 一般是從儲存格格式裡面去找 那如果假設要以分母是1萬的話 分母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這邊有沒有分數 有個分數 但分數裡面有沒有1萬為單位的 好像最大只有一百對不對 那你說老師這100沒有1萬怎麼辦 跟各位講沒有1萬沒關係 你自己補兩個0不就好了 那你說怎麼樣補0 跟各位講這個很重要喔 以後我們沒有那個格式 請記得有沒有底下不是個制定 你就選了你要的這個接近的 你再去制定它補兩個0就好了 其實真的喔 以後如果你遇到什麼格式沒有 你可以先選一個接近的 然後再修改它 就有那個格式了 沒有沒關係 找接近的 所以要選這個對不對 分母為100對不對 它變成這樣 不對啊 我還有4、5要出現 所以我要補兩個0 可是這邊不能補對不對 關鍵的地方在哪裡 這個地方 OK 所以你點它一下喔 它會馬上跳出什麼 底下類型下方就它的原始的 它的公式喔 所以喔 特別注意喔 制定之後 你應該猜應該可以猜得出來 請問0應該補哪裡呢 有沒有看得出來吧 100對不對 再補兩個0看看 看看有沒有這麼簡單 0、0也有看到嗎 上面不是說1萬為分母 前面的2、4、5也出現了 然後你再來的話 就直接按確定就可以了 就我有了 OK 所以喔 裡面很多格式喔 如果沒有沒關係 你是可以透過修改它的規則 得到你要的樣子 甚至有的格式是 是這個加這個 那沒關係 你可以先用做第一個 然後把第二個的公式跟它湊在一起 其實也可以啦 這個我想 這個衍生蠻多的喔 OK 第一個 記得把這兩個選起來 按滑鼠右鍵 出身格式對不對 如果沒有對不對 你先找一個接近的分數 找一個接近的 有沒有這個100好了 然後制定一下 補兩個0 OK 搞定 按確定 有了 再來合計的話呢 就是把兩個加 所以這個很簡單 等於 等於 這個加這個 至於啦 機率我們不是 主要 所以如果你 我們只是大概 把這兩年加在 其實還有別的算法 我們就 暫時不討論喔 我們主要是 合計的話 就是把這兩年的機率 加在一起 然後呢 算出這個合計的排名 誰排在第一 當然不是叫你用眼睛看的 以前可能如果你要排名 怎麼排 以前可能說 我最熟的就是排序 有沒有 把合計的排序 排到Z到A對不對 Z到A就是 大的排在前面 小的排後面 然後再把它排名嘛 第一名有沒有 就輸入 這個是第一名 然後再往下填滿 底下的話就是 填滿的話 記得按Ctrl鍵 它就自動加1號了 如果沒按Ctrl就變全部都1 然後最後再把號碼 全部排序回 A到 本來這個合計日立到A 把它被A到Z 也不就排完了 排序排完了 這樣排名就OK啦 可是啦 有些地方可能沒有編號 比如老師 有些地方沒有編號 沒有沒有號碼 我可能沒辦法排回去的話 那顯然你就不能用 剛剛的方法排 有沒有 先Z到A 再把它A到Z 有沒有 那怎麼辦 如果你不用排 像剛剛這種 排序的話 那你可能就是要用另外一個 函數 應該都有用過啦 統計類裡面的有一個函數叫 R開頭的Rank.EQ R開頭的Rank.EQ Rank.EQ 這一個 那它就可以給兩個參數 一個參數就是它的合計結果 一個參數的話呢 就是它整個要比對的範圍 OK 按確定好了 然後它有三個問題 第三個其實可以略過 然後第一個是它的合計 第二個的話呢 REF就是Reference 它的合計的全部的參考範圍 那指的就是D2 到下面 所以Ctrl Shift向下 那記得 待會因為我們會向下填滿 所以D2到D43 這個範圍一定要固定 所以加個錢的符號 這邊也要加錢的符號 OK 那這個D2不用鎖 因為等一下要選的就是 它們每個號碼不同的合計結果 跟這個範圍比較 它會告訴你名次 那Order的部分 其實它就是要遞增還遞錢 它說如果0或省略的話 表示是遞錢 那遞錢的話就是高的在上面 那我們就省略好了 因為我們就是這樣的方式 所以這個剛剛就省略了 你不要加0 加0等於多一個參數 按確定就可以了 那記得喔 這邊一定要加錢的符號 如果不加的話會發生錯誤 因為你如果加1 那範圍就跑掉了 所以特別注意 那你說老師那我可不可以把這個當成一個範圍 我用一個定義名稱可不可以 當然也可以啦 只是我是覺得這邊好像沒有跟有 好像沒有差太多 它不像剛剛那個地方是跨了一個工作表 它的公式會很長 這沒有啦 這就這樣而已 但你要做也可以啦 所以如果假設你說 老師我要把這邊改成一個名稱叫做合計 然後換成合計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沒有問題 你可以試試看 按確定 然後把它向下填滿 這樣子就完成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公式的結果 OK 你們也可以參考雲端白板 那我們待會其實主要是希望 就是做 算六個按鈕吧 按這個按鈕呢 把這公式全部都再輸出 這個呢就把它清掉 OK 然後格式化的話就是我希望找出排名是前 前七名的號碼讓我知道在哪裡 那把這個號碼這個地方如果 它是小於等於七的就把這個顏色 底色填一個黃色 最後乾脆啦 把那個前七名幫我列出來算了 那我就知道說 到底哪一些號碼是機率最高的 等一下怎麼做 待會我們再來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記得剛剛的話是先那個用 先把那個機率部分先選起來 然後按右鍵出存個格式 然後找那個分數裡面是100為分母的那一個 再按下制定 補兩個0就可以了 再來合計的話是兩個機率加總 最後用rank.eq做排名 OK 那待會我們是希望說 再來應該是希望怎麼樣 把這個最後的結果自動化 最後是做出六個按鈕 反正按一下 剛剛做事不用重做 如果你這件事情每次都要重來一遍浪費時間 那如果有按鈕 按一下清除 按一下自動把結果顯示出來 那這個怎麼做 不過這個部分一定要寫VBA 這個用Excel公式 沒辦法完成 因為他如果你要這樣做 你要做四次公式 才能夠得到結果 如果你說老師 我想要不要浪費時間 我現在一鍵完成 按下去自動完成 怎麼怎麼寫 試一下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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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